尿垢 寄在裡面 那其實皮膚也會帶些 尿垢混合你的皮膚垢 這個就叫包皮垢 很多男生真的都有 很可怕 你有看過嗎 我是沒有看過 如果有看到 一定要把它壓來割 因為包皮垢 真的真的真的很可怕 有色有味嗎 白色很有味 這個社會上 男生永遠只懂 女生應該長什麼樣子 只會檢討女生 就看了哇 這個棒 結果自己的很髒很臭 都不曉得 所以宗教因素 那下面幾個的話 就是醫學上建議要割了 為什麼 因為 就是講說 勃起的時候你想拉也拉不下來 一起聊健康天天要健康 大家好我是易君 又到了每週晚上 一起關心你我健康的時候囉 今天節目我們一樣 要解決很多男生不敢問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嗎 其實女生要花很多的心力 來顧私密處的健康 但男生真的也一樣耶 其實男生的弟弟也是需要好好清潔 跟保養的 不然如果你再損尾 如果發出臭味啦 或是感染了 那不只是面子掛不住 也真的會影響健康跟你的生活 所以男生到底要怎麼樣好好清潔 才有親對呢 還有真的很多人很想知道 如果我靠割包皮來一勞永逸 這到底行不行呢 那割包皮又代表著什麼 這集節目 我們真的要好好解決很多男生的疑男雜症喔 我們邀請到了北醫膚射醫院泌尿科醫師 陳偉傑陳醫師 哈囉 我是陳偉傑醫師 欸現在割包皮已經是很多男生很想問的問題了齁 對 而且特別是 也算小有名氣啦 算割包皮界的權威了 因為割過很多網紅的基金 對 最近有一個最有名的 孫差 喔 所以很多人看了之後 真的也來詢問了 很多耶 超級多的 所以等一下要跟大家講一下 男生割包皮有沒有哪一些迷思啊 跟好處啊 以及到底要不要割齁 希望大家看了之後 有一些觀念上的心思 但首先先來問一下啦 剛才講說女生要顧心力 要花心力來顧私密處 但其實男生也是一樣耶 因為男生也有很多問題會找上門 男生非常重要 因為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社會上男生永遠只懂 女生應該講什麼樣子 只會檢討女生 然後看了哇這個棒 結果自己的很髒很臭的都不曉得 動不動不動過來 來來過來過來過來 很多女生就是有口難言 我覺得女生真的是有點可憐 因為女生喔 有時候比較大愛 她比較願意去容忍另外一半 但男生就很愛嫌 所以 永遠這些男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問題 對真的 網路上有張梗圖 就是你這個臭包巾 所以這男生也是欠罵耶 對非常欠罵 那其實男生 要好好照顧下面這根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是包巾問題 什麼叫包巾 你知道什麼叫包巾嗎 就是包到看不到頭了嗎 對什麼情況下看不到 沒有勃起的時候 沒有是勃起的時候 連勃起都看不到 對連勃起都看不到的話 你用手也拉不下來 這叫包巾 有到這麼嚴重嗎 那有些人是勃起的時候 他還是看不到 可是你用手拉 是可以推得下來的話 那就比較接近是包皮過長 但是不管是哪一種情況 你平常 就是都會悶住 相對會比較臭 因為都有尿味 是 那這也會影響到性功能嗎 很嚴重的話會喔 那再來就是那個尿垢 積在裡面 那其實皮膚也會代謝 尿垢混混 你的皮膚垢 這個就叫包皮垢 很多男生真的都有 很可怕 你有看過嗎 我是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如果有看到一定要把它壓來割 如果你的流氓一半油 一定要把它壓過來 因為包皮垢 真的真的很可怕 有色有味嗎 白色很多味 很多味 鮮油味真的很臭 很可怕 那有時候 像我遇過一個病人 就是他來的時候 他說他裡面長東西 怪怪的 然後我想說真的喔 摸一下 我一摸 臭包巾啦 他裡面就是包皮垢 整個被悶住了 裡面就一顆一顆 當他割包皮的時候 剝開來像四加一樣 四加 一顆一顆可以剝下來 這麼嚴重 超級嚴重 那到這個時候才來找醫生 真的已經是很欠罵的事情了 對 那這時候我當然要問他說 你有沒有另外一半 哈哈 好辛苦喔 你的另外一半 對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情況喔 那當然你裡面一直混著 這麼多東西 你就更容易感染 你就龜頭發炎 然後包皮會發炎 那甚至嚴重一點 你可能會讓你更容易 蜜尿道感染 蜜尿道感染 蜜尿道感染不是只有女生喔 我不知道連男生也會蜜尿道感染 會 因為其實男女都有蜜尿道 蜜尿道是什麼 就是腎臟 疏尿管 膀胱 那這些細菌 大部分都是從尿道進去的 那只是說女生尿道比較短 大概幾公分而已 男生尿道在十幾公分 所以這些細菌要爬進去的時間 通常要很久 那但是如果你有包巾 包皮發炎 龜頭發炎 就會容易讓這些細菌 在你的龜頭附近 特別的大量 更容易進去 所以這個蜜尿道感染 其實也是日積月累的 你一直不去清潔 就有可能會造成 所以你真的走到蜜尿道感染 就代表你平常真的很疏忽自己的保養了耶 很嚴重喔 是已經真的很NG的事情了 對 你可能也會影響到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 醫師一直強調 男生的弟弟是需要清洗的 但很多人知道要洗 但是不對 洗不對 沒有洗乾淨 對 有些人真的很荒謬 他怎麼洗弟弟 誰衝衝 就這樣 對就衝衝 他也不翻出來 男生不知道要翻出來 對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敢翻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很敏感 因為他們龜頭沒有露出來 或者是很少露出來 連做愛的時候都包在裡面 所以他們覺得 翻出來有點可怕 那再來就是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可以翻 因為他們不知道那個東西 翻下來會講什麼樣的題 有些人翻下來 嚇到 原來這是我的龜頭 真的會這樣子啊 所以我說男生都不了解自己的 只了解對方的 真的 所以不要只知道檢討女生 自己也要好好檢討一下 所以從怎麼樣正確清洗開始 好 那要怎麼用呢 就是我們第一個當然要先把它弄濕 弄濕之後 我們要溫柔的把它皮吞下來 看到你的整個的 欸小頭頭 喔 所以也要深度要夠喔 要啊 你不能夠只露一點點啊 那你在洗什麼 所以整個都要露出來 是很重要的 對啊 你洗你洗澡會只洗頭頂嗎 喔 不會嘛 那整個要洗一洗 那再來的話 我們不要用太多的清潔劑 一般來講 有沒有聽過一首歌叫 洗屁屁 洗屁屁 屁屁用水洗 那雞雞也是一樣 我們用水洗就可以 那甚至有些人用一些溫水加上一些中性的清潔液 那其實也OK啦 也OK 不用過度清潔 對 不要拿個什麼菜瓜布 有些人龜頭洗不乾淨 用力搓 然後甚至有些人發炎的時候洗龜頭 那洗龜頭 欸沒錯 發炎的時候一定要清潔龜頭 可是不能夠過度清潔 像發炎的時候都有一些破皮 他們就覺得哇這邊會脫皮 就一直搓 就越脫越多皮 一直搓又更多皮 其實男人那邊也是很敏感 很脆弱啊 像妹妹也不可能一直拿東西一直床搓嘛 對擦乾也很重要 對 那我們清潔完之後要把它擦乾 很重要 不要這樣都是水 嗯 然後最後 這個很重要的步驟 對這個很重要喔 為什麼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包皮 都適合把它拉下來 讓龜頭露在外面 像剛剛有講 有些人是包巾 包巾就是勃起的時候 你用力拉 還是拉不太大下來的人 因為他 不是只有過長 過長是他可以拉下來 沒有卡住 但他是過長加上狹窄 有人不懂這個差別 欸過長 過長跟狹窄 等等 所以有狹窄的人 就不能夠在平常的時候也拉下來 為什麼 那圈像橡皮筋一樣的東西 會 對 掐住你的脖子 所以有可能會導致一些疾病早上的 喔 會爛掉 會爛掉 對 你把它拉下來卡住 卡隔一兩天就準備爛掉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有些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對 不能夠亂戳 不能亂戳 要溫柔對待 但是要 勇敢的去清潔它 嗯 好這剛才講過 所以其實洗真的是 很多人是以為自己洗了 但是沒有洗到 對 我先洗個包皮就覺得 啊我洗到了 喔 香香的 所以沒有想到有這麼多需要注意的美咖 還有人噴香水 噴香水 噴香水是可以的嗎 因為它很臭啊 那這樣子會導致一些細菌滋生嗎 就是很噁心 用香味來掩蓋它的臭味 臭味 所以真的是治標不治本 還有可能會加重病情 對完全不能治 完全不能治 所以真的男生啦 不要永遠只檢討別人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耶 因為你說男生真的都只懂女生的狀況 但完全不懂自己 那這樣真的不行 所以很多男生很想問 那這時候如果我靠割包皮這件事情 一勞永逸 是OK的嗎 到底割包皮這件事情 以醫師角度來看 你覺得它要有什麼樣正確的認知啊 有什麼正確認知 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肌肌到長什麼樣子 是正常還是不正常的 就像我剛剛講 如果你勃起的時候 可以自然露出 平常就算是蓋住的 那你也頂多算是有一點包皮過長 那如果你是勃起的時候會蓋住 那你露下來是可以 那你要記得 你算是一隻不錯的肌 但是有過長 平常要保護清潔 那你尿尿的時候記得要翻出來尿 尿完要擦乾翻回去 很多人不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你翻都翻不下來 那你就要趕快來了 不管你是在勃起的時候拉不下來 還是平常的時候就拉不下來 那趕快過來 因為你是必須要被處理的 所以等一下有什麼樣一定要割的 等一下告訴大家 但是我看醫師有特別講一下 像很多男生也是健康醫師抬頭 會認為原來割包皮 居然也等於愛自己的一個方式嗎 一定的 因為割包皮不是只有為了自己 還有為了另外一半 那你把你下面準備好了 你才能夠讓你另外一半也幸福 所以你覺得 就算是他是健康的肌肌 就是他也沒有過長啊什麼樣 他一樣可以割嗎 如果他只是單純的過長 那沒有發炎都很好 我不會建議一定要割喔 因為他平常的保養做的好 其實就不一定要割 那什麼保養 就剛剛講的清潔 那另外就是尿尿 尿尿平常要翻出來尿 讓他不要說尿夠 跟包皮龜頭悶在一起 那其實你這次算是相對不錯 所以有的時候要先意識到自己有沒有需要 其實很多人是真的需要的 很多人需要我 到底是怎麼樣的時候真的必須要割 像第一個啊 宗教文化因素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 因為這個不是說醫學上需要 這是你的宗教 你的信仰 你個人的取捨需要 那像我遇過幾個人 就是真的是因為宗教 像爸爸是外國人 小孩子幾個月就被帶來割 那當然我們跟他討論過啦 他也是要割 為什麼 因為他宗教信仰 那他有遇過 已經50歲了 要割包皮 那你這個正常幹嘛要割 他說我要結婚 結婚了 為什麼要割 因為太太是 有那個信仰那個教 那邊要求他一定要割包皮 甚至還要求他要當地割包皮 但是因為他幾番掙扎之後 決定在台灣先割了 畢竟在別的地方他也不放心 也會怕嘛 所以宗教因素 那下面幾個的話就是 醫學上建議要割了 為什麼 因為嚴重包巾 嚴重包巾就是講說 勃起的時候你想拉也拉不下來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嚴重包巾還有分一些等級的 對 像這個圖就是勃起的時候的狀況 勃起如果你能夠自然露出 這個叫做非常正常 讚 但如果你是會蓋住一些 但是你手拉了下來 那就是過長 那像第一種是 他會蓋住 但是你往下拉的時候 他會勒在這個龜頭後面 有點像有個橡皮筋鎖住 這個叫第一集 那第二集是 他這個窄環很窄 他只能露出一些龜頭 甚至只能露出一個小馬眼 第四集是超級嚴重 完全包巾 大家都拉不下來 他連口都看不到 所以從第一集之後都是有狹窄的 他是過長合併狹窄 都叫保金 所以這個時候要看男人自己自覺 你一定要先發覺到自己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 沒錯 當然還有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 現在很多人是被另外一半押來的 因為很多男人沒有病逝感 對不對 或是不承認 而且男生都不願意接受自己有問題 而且都是女生 他會嫌 那麼多會嫌女生 有味道啊等等的 那其實女生不是不嫌 只是不想跟你嫌 不想跟你計較 他愛你 真的 對女生真的太偉大了 所以不要把別人的犧牲當作理所當然 沒錯 然後就這樣鬼遮眼 對 再來反覆龜頭眼 男生也會有這個發炎的狀況 會啊 像剛剛講那個悶住 悶住 然後尿垢細菌混在一起 那有些人是像性邪威完之後 他會發炎 為什麼 因為其實人身上到處都是細菌 這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不是割了割了包皮之後 就不會發炎 是因為人身上到處都是細菌 不管是弟弟或妹妹都是 那所以性邪威完之後 要記得清潔 所以不是只有女生 不是啊 男生女生都會啊 所以如果你包經很嚴重 那你性邪威完之後 細菌大量增生在裡面 那就會變得很嚴重的發炎 所以真的有這些 這是醫學上的 必須要知道 所以重點還是你願不願意來 給醫師求診 沒錯 你要有自覺 所以為什麼男生健康意識必須要好好抬頭 對 像這個最嚴重喔 這個很可怕 包皮砍盾 為什麼砍盾 就是像這個 像剛剛講這個 像這個是完全翻不開來 大概沒有這個機會 可是如果是一二 甚至三的時候 他這個窄環很窄 但是硬剉有時候剉得下來了 譬如說他性行為剉一剉 做一做做一做 啪 然後就拉下來了 他會形成一個像 超級嚴重的第一集 這個橡皮筋 卡在那邊嗎 超級緊 對 因為那個橡皮筋 它很緊 它被拉下來之後 整個被勒死 你看那些上吊的人有沒有 被那個東西拉住之後 你龜頭 你的頭會變輕 這個也會喔 整個人會變輕的 龜頭會變輕色 然後那一群會爛掉 那這樣很痛耶 很痛 所以這個時候 就不得不來求助了 會有人到這時候還不來嗎 真的有 真的有 這麼能忍 真的有 所以這個男生很欠罵耶 很欠罵 有一個是大概 不知道二十歲的 他 某一天晚上突然敲我們說 他下面好像會痛 就是有點不舒服 我們說喔真的喔 那 你是怎麼了 他說就是他那邊發炎啊 有一點獵傷啊等等的 我們說好那你趕快來看病 因為那時候禮拜五晚上 禮拜一來 禮拜一早上有門診 他說好 我們說你就趕快來 來了之後你就踢門 踹門進來說我要割包皮 他說我沒有辦法剃 我說為什麼不能剃 你腳受傷嗎 他說沒有我現在超痛 他完全不能動 已經到這麼嚴重的程度 疑問之下 他卡了多久 他卡了三天 那為什麼他不敢講 對啊 因為他第一個他未成年 第二個是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因為他去外面 被人家弄下來了 結果卡了卡不回去 卡住弄不回去 所以他不敢講 所以那天他就緊急來掛起承 我們緊急處理緊急開刀 緊急救一隻鳥 緊急割掉 所以這時候就是直接割了 對我們那時候超怕 超怕被檢討說 為什麼你半夜要割人家包皮 就真的不得不 不得不 所以真的很多男人 有很多是那種理由是不敢說的 然後只有自己忍 忍到後面真的受不了了 對 但是割包皮不是只有完全都是壞處 其實割完之後有很多好處 大家是可以多多認識一下的 割包皮一定有很多好處 那不然我們為什麼要割它 對 總不可能只是為了 就是為了爽這樣子 那割包皮第一點就是我們 根據很多研究 他可以降低一些性病的機率 像什麼 像是菜花 像艾滋病 可能都會有一些降低 那像1跟5就很接近 因為為什麼 因為HPV 這個也可以讓女性 罹患的機率降低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比較不會帶緣 所以就比較不會讓女生感染 乳突病毒 對 所以這很重要 現在非常在倡導這一塊 所以真的 割包皮不是只有保護男生自己 也是保護你的另外一半 對 所以愛自己按對方 愛對方 這非常重要 那再來就是 像第二點跟第三點 也是類似的 因為它比較乾淨 所以你就比較不會感染跟發炎 那同時也會讓另外一半 比較不會感染跟發炎 那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增加你們兩之間的情緒 為什麼 因為比較好吃啊 我都跟病人說 割完之後就是 好看 好用 好好吃 因為都差很多 因為那個整個味道不一樣 像有些人 褲子一脫下來了 還沒脫就已經聞到味道 脫下 就出來了 另外一半不說了 對 就像有些女生可能有感染 也許就是 穿著裙子的時候 味道就很濃 就會散出來 那男生也是會有的 所以你把它弄完之後 哇 你那根就是香香的 完全不用添加任何的東西 就很好 所以真的也是增加情緒一個方式 沒錯 保護自己又增加情緒 好處蠻多的 很重要很重要 那第四點 這個倒也是啦 就是它悶住 你看不到 回頭發生什麼事情 你比較不曉得 是 露出來比較容易找事情 但是有一些迷思還是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些人會以為說割了之後我可以比較持久 有些人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其實包皮上面還是有一點點神經 但它比較邊緣化 不會說真的割了之後 有些人怕割了是什麼 它變得太持久 它都射不出來 會不會割了變這樣 想多了啦 應該不太會啦 除非真的是割到不知道割去哪裡 但一般來講不會 那割完有可能會讓它比較不持久 比較持久是因為訓練 就像鐵砂掌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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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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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隨著長大的時候慢慢露出來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有可能是那個好雞雞啊 你為什麼不給他這個機會 那建議到什麼時候哥 建議啊我覺得建議是在進入青春期的時候 12歲啊甚至15歲 一方面是說你的性機關在發展 你可能更好去抓這個size 那另外一方面是說你也比較會自己照顧 因為其實有些爸爸媽媽會在可能 三四歲的時候帶來哥 想說趁這時候哥第一個不會勃起 第二個他沒有記憶點 很可怕 三四歲你有遇過三四歲的小孩嗎 那種進幼稚園那個時候 哇他跑給你追耶你把他割完 那割的當下他可能麻醉他不會哭 他不會痛 但是醒來之後痛得半死 然後不讓你換藥很可怕 反而更難照顧很難照顧 所以不建議 所以還是在自己有行為能力 跟可以自己做決定的時候再來做 對因為爸媽不用急著幫孩子做決定 不用不用 因為在還沒有進入青春期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包金的 是正常的 對九成五的人 他們包金後來會變成是可以吞開來的 然後還有色差問題 色差喔 割完會不會有色差 這個很多人問耶 其實我覺得這個最主要是 男生不了解自己的雞雞 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我們是華人嘛 華人皮膚是黃色的 對 那我們陰莖呢 從頭部到根部 頭部到根部 顏色是從粉嫩龜頭到比較深的皮膚 就像粉紅乳頭嘛 有些地方本來就是粉粉的 我們用久會說可能會變黑 色素沉澱 但是大部分人的龜頭可能比較粉嫩 根部比較深 那割包皮是中間拿掉一段 是 接起來 所以這一層是漸層的 中間拿掉一段 它就變成不漸層了 它就一定有色差 是是 這是正常的身體構造 所以會不會有色差 跟割包皮沒有關係 是跟你的懶教本身有關係 假設你是黑人 枕子是黑人 割都不會有色差 怎麼接都是黑的啊 對 你是白人 枕子都是白人 你怎麼接都是白的啊 但華人他有一點色差的差異 所以這是你身體本身構造的問題 對 那這可能就代表你不夠了解 不夠了解 那色差的比例大小是可以調的 這個是看醫生技術 那再來跟這個減肥啊 還有割多少 自己選有關係嗎 有耶 像減肥 有些人就是像一開始講 他可能包筋啊 有臭味有異味感染等等的 然後他就想要來割包皮 對不對 那可是有些人是他很胖 他胖的時候要來割包皮 覺得割完之後就會露出來 我最近看到一個很好笑的圖 就是類似一個排檔桿 那個中間他是一個凹陷 一個空洞 然後中間一個凸起 他就像男生一樣 有些人很胖的時候 你給他躺著看 他這邊是凹進去的 蛤 怎麼會有這樣 你有看過啊應該沒有看過 對啊 不知道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有沒有看過 會 很可怕為什麼 因為陰莖他旁邊雖然是皮 但是他肚子的脂肪 如果我們很瘦的時候會是這樣子 對 但是我們吃胖的時候就會 欸 一直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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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還蓋過去 所以你就沒有看 看不上你的雞雞 勃起的時候突出來一點 這種時候他們說要來割包皮 以為割完就會露出來 不會 完全不會 割完之後他還在裡面 哈囉 哈囉 所以還是要改善自己本身健康問題啦 對 這個減肥 一定有關係 因為太胖的人去做 手術完之後 傷口不能照顧 會爛在裡面 你應該先要先減肥 了解 所以減肥還是 治根的方法 對對對 那第六個 割多少可以選擇嗎 可以 可以 就是我們要試情況去調整 那 至於要割多少 割 割多或割少 要跟你的醫生討論 那跟這個醫生的技術 跟你陰莖本身的狀況 都有關係 欸剛剛講到醫生的技術 就很多人很擔心欸 我會不會有比如說割了 欸復原要很久啊 痛到不行啊 影響生活啊 甚至有割失敗的可能性 有聽過啦 也遇過 但不是自己的case 那 失敗這種東西就是 很多時候 有時候是技術問題 有時候是體質問題啦 不能夠單一歸咎在某個人身上 那現在主要技術是怎麼樣 其實已經很進步了吧 跟以前已經不能比什麼火燒啊 差超多的欸 以前叫做電燒割包皮 或者雷射割包皮 就叫傳統啦 傳統割包皮 那差不多 就一般來講 我們用刀片 把皮切掉之後 用電燒在上面 出血的血管做直血 直直直直 用雷射也是一樣 直完血之後 再用線把它縫起來 聽起來就好痛 聽起來有點痛 聽起來真的有點痛 那最主要是多痛呢 因為它手術時間通常會拉得比較久 那我們也知道麻醉藥作用是有時效的 所以我們可能作用到一半的時候 手術做到一半 結果麻醉藥開始退 哇醫生很痛 這是在補一點麻藥 那補一補可能會開始退 所以傳統手術比較讓人家害怕是這裡 比較辛苦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有電燒的這個部分 手術完恢復的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傷口會比較痛一點 那最後一個現在蠻多人在意的啦 就是傷口美不美 那刀片割完之後 我們用線縫起來 好 我們傷口是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線是這樣縫 那癒合之後就會形成一圈一圈的線痕 是 好像索隆的刀疤 刀疤縫 真的會有這個留刀疤在上面 會啊會啊 甚至以前我們老師跟我們講 割包皮 就是你要縫得醜一點 醜啊縫得很醜 讓他凹凹凸凸的不平 因為這樣子所有女生會比較開心 最好是有這樣子的 這是哪來的偏方啊 老師啦 老師講的 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現代的人 他們其實越來越 注重這塊的美觀 所以現在有種叫做包皮槍 一次性包皮切割吻合器 那它是什麼 它是一種器械 裡面有一圈環形的刀片 跟一些吻合的縫合釘 那有些人聽到釘子很可怕 他覺得會這樣打進去懶比較 聽起來比縫還要痛耶 聽起來縫比縫還要痛 但錯了 大錯特錯 它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它是一個器械 它是一次切割縫合 一次切割就縫合 所以真正的手術時間 我們把槍定上去之後 決定好位置固定上去 按下去 30秒就下來了 所以比以往的那個傳統手術 還要快很多 快非常多 那恢復時間也快嗎 恢復時間也快很多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電燒 所以它恢復時間比較快 那沒有電燒 所以它也比較不痛一點 那更重要的是 它這個傷口的美觀程度 因為我們剛剛講 這個傷口 我們用線縫會跟它垂直 會形成一些勒痕 但這個包皮箱的縫合釘 它很厲害的是 它跟傷口是平行的 傷口在這裡 它也是在這邊 一個一個縫合釘夾起來 那剛剛講到這個釘子 會不會很痛 它不是這樣打進去肉裡面的 有沒有看過釘蘇貞 它是這樣把皮膚夾起來 如果這裡是懶叫的話 它只是這樣夾起來 所以不是真的釘進去 不是它只是夾皮而已 把皮夾起來 等到它慢慢癒合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頂開來 所以不是真的把它鑲嵌到肉裡面 不是不是不是 很多人會有這個錯誤的迷思 但其實不是 所以其實現在技術 已經比以前好太多了 所以很多以前你原本擔心的 比如說很醜 會失敗 或者是復原時間要很長 然後做很久 這樣子 其實現在已經越來越進步了 對 會不會失敗就是剛剛講 跟體質 技術有關係 所以其實就算用包皮箱 還是有可能 也是有格比較醜的 因為總是有一個學習曲線 前面幾台可能相對比較醜 那後面也許就很漂亮 那像我 神經百戰了嗎 不只 大概兩千戰 這麼多了 對兩千戰 所以我們累積非常多的經驗 那 割出來成品 大部分我們也都 病的話反應是非常良好的 是 好啦 所以最後很多男生 如果這麼擔心的話 就自己來找醫生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割 已經是很多男生很想問的問題 而且甚至是 想割 但是不知道 心裡有千百個疑問 如果有真的有問題 就直接 來 來找我們的 人生一大事 秘密會客是 沒錯 最主要是 我相信現在 越來越多人需要割薄皮 那不管是男生 甚至是女生 也會覺得 對方另外一半需要割 對 那不要說害羞 那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種 沟通的管道 不管是門診 LINE等等 都有一些管道 那找到對的方式去就醫 是最重要的 對 不要羞於開口 那我們這邊有很多的衛教文章 其實也是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真的男生 要愛自己 愛對方 先從認識自己 有沒有問題開始 沒錯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不要說有問題 我又不說 你不說痛苦自己 也痛苦對方 所以現在這個 有很好的很多多元的管道 如果你真的不敢就醫 你先從網路上自己搜索 對 都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你看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自己需要 你跟著你自己的另外一半 一起來 尋求幫助 這不是丟臉的事情 我覺得真正丟臉的是 你一直不肯講 然後到老了 一堆人要替你收拾 這時候真的 男人欠罵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希望大家都有學到一些 這集真的太重要了 不只是男生講這個 不只是 讓自己可能更幸福 最重要的是跟健康有太大的關係了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人家常在那邊一直說 女生要愛自己 其實男生真的也要好好愛自己 你好好愛自己 你真的也是愛護對方的一個很棒的方式 希望我們都可以在這個用對的方式 愛自己 找到健康之外 也保護彼此關係 沒錯 非常感謝陳醫師 記得有問題到剛剛那個秘密會客室 希望醫師 你從上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好 記得有問題就來找他 我們謝謝陳醫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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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